是真的啦 妳可以試一次它 我不要 Try try… 還會教妳英文 不要 好 懂 楊丞琳終於出現找我們了 上節課中大鴨和陳寗老師一組 大鴨故意輸掉比賽 而老大為了加大效果 將與陳寗老師進行比一手畫腳 還有題目嘛 不是啊 談就談 為什麼要找是誰的問題 這樣很過分 沒關係 我們要挑出誰是老鼠師 有必要挑嗎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幫妳試一次 加油 老大 老大很聰明 兩分鐘 第十 開始 第二個字 口 唇 口 口點 不是 是那個否的相反 是 第三個字 對 我一直做這個動作 然後我都不會離開 第十個字 第一個字是 第一個字是 金什麼水火土 金什麼 好 第二個字是 銀目瞭然嗎 不是 木 第二個字 不是 剛剛這個動作 第三個字是這樣 三十秒 動 來 這樣 這動作是什麼 對 木不轉 木不轉金 對 第一個字 心 第三個字是 我切菜都要 心如刀割 對 對 好可愛 第一個字是 文 雞起舞 答對了 老大和陳琳老師的 筆手畫膠組合 進行得很順利 而隨著答對的提出 越來越多 大雅也慢慢在一旁 醞釀情緒 準備在最後的關鍵時刻 一口氣給她 砰 大爆發 第一題 對啊 七題嗎 我因為不是 不是她認為是妳的問題嗎 是啊 可是我一直都很聰明的啊 對啊 我認為也是 我們大名裡面反應比較快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對啊 不是 然後這樣要幹嘛呢 還是彈 比完以後 我們還是要被彈啊 就 剛剛本來五下 現在彈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幫她 不彈啊 我沒那麼怕痛啊 她要哭了 你不要彈啊 我一支啊 我那個一支 就是這邊一支 因為我不怕痛啊 妳真的假的 我是說真的啊 我看妳的耳朵 還是耳朵翻開 變那麼大 一直說這其實是耳朵很大 我真的比較不怕痛啊 比較能忍痛啊 完全入牙入圈頭的陳寗老師 竟然一直要幫大牙接受主罰 咱們大牙這個時候 要展現最後決定啦 沒關係 我就 不行 不要我 我彈嗎 要彈啦 不好意思了啦 超痛的 你彈太大力了啦 我彈 不要啦 不要啦 我彈嗎 我彈嗎 你彈我啊 我彈真的很大力耶 怎麼樣 好痛喔 好痛 好 願賭服輸啦 好大力的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不要打了 好痛喔 上去 好痛喔 我算了…不要… 不行 因為你都要服輸 不要啦 她有點生氣了 旁邊人都快哭了 這樣會生氣 一定要哭了 她會不會生氣嘛 我彈太多了 快點啦 好 你說快點喔 那 這回妳說那 妳說的 雷哥 好愛啦 不要彈 你彈我啦 我沒有不喜歡彈耳朵啊 不那麼喜歡啦 但是可以彈一下 唉呀 好的啦 什麼唉呀 就是要讓妳 內疚啊 陳寗老師 所以你就讓大牙接受處罰吧 不然觀眾朋友們 快要砍不下去了啦 Check it out 幹嘛 幹嘛啊 比手畫腳而已 你們好奇怪喔 親親 不會 OK嗎 終於還是被彈到耳朵的大牙 會做出什麼樣驚豔的舉動 來讓咱們陳寗老師 感到更內疚呢 妳在打尼巴掌 不是他的問題嗎 我剛剛要擋了 打尼巴掌 好親耶 我很親妳會很這樣翻臉 他拆妳耶 他翻臉了啊 這樣 很用力的感覺耶 他好像流血了 我明明就很親 什麼好像流血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覺得大家也要想說 反正剛才什麼都答應 竟然要比賽就會被彈 那就只能這樣 那可能做了錯啦 不好意思耶 幹嘛這樣子啊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倒楣啊 你哪比較倒楣 你還是你倒楣在哪 你告訴我 因為感覺我現在很內疚 陳寗老師有沒有被說中的感覺 心頭師感到一陣 不要愧疚了 我們只是開玩笑的 Joke Joke 嚇你了 好了啦 好 不要哭 不要哭 好啦 好啦 大牙 你就先擦個眼淚 好不好 在大牙假裝離開 整理一下情緒的同時 陳寗老師堅持要和大牙 一同接受自己不喜歡的彈耳朵處罰 在大牙整理完情緒之後 回到露營的現場 也準備執行EQ隨堂測驗最後一集 到底是什麼 趕快一起來看下去就知道 大牙就不用彈他的了啦 真的啦 對啊 好了啦 他彈得真的很痛 他彈得超痛的事 我彈得... 我彈得算輕的好不好 很痛 我沒有欠你了啦 手指都很強 沒有啦 剛剛子文哥說 就不用彈耳朵 我要送陳寗一個禮物 什麼 什麼禮物 最後的真相即將揭曉 在得知真相之後 陳寗老師反應會如何 趕快看下去 EQ達人 耶 你演得真好啊 大牙 因為今天只要是要測試 那個陳寗的EQ到底高不高 所以我們今天設了非常多點 就想要看你會不會生氣 或是 覺得有點小不爽的表情 從前面的小薰開始 我都覺得很好笑 沒有 其實一開始是從Apple 為什麼 那個應該還好 他看舊照片 他那個舊照片還好 就是因為有醜照 就是沒有先講 那也沒有 你會覺得不開心 彈那麼可愛 我看他來還加分耶 你看 是鬼臉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 小... 紅獅 紅獅唱歌的部分 他唱歌真的跟你不像啦 其實 他是不像 很像很像 就那一段來講 妳有覺得 怎麼針著眼說瞎話嗎 沒有 我有 覺得就是我說的那兩點 就是要嘛就是黑道的加持 或者是他太緊張 加持 對 妳說 妹妹妳都說硬說這樣子是不是 我也 這樣喔 沒辦法 後來演戲就瞎眼 瞎眼 對啊 演戲沒有瞎眼吧 滿想要吃米豆腐 我覺得你們是認真的耶 演戲那個真的不成功喔 可是小薰的部分妳有 嚇到嗎 他突然哭了那種 就突然 沒有 我會 是因為他可能本來在節目上 有時候會情緒來了會這樣子 是假的嗎 那妳在想什麼 因為他們說妳要哭 然後就好… 然後等他演戲就哭了 因為他其實已經很麻木 他平常被我們講到很麻木 對這種事情 他已經沒有什麼哭了 是喔 對 好 沒有 而且我剛剛有偷看答案 真的 真的 真的嗎 對 我已經在黃先美人那一段 是裝的嗎 沒有 那個是我真的忘了 好強 怎麼猜那麼久 因為我答案看很快 就一秒一秒這樣 趕快看過就趕快回來 所以沒什麼印象 是喔 對 我剛剛有偷看答案 那戴雅呢 戴雅是裝的吧 沒有 我跟你講 他真的也那麼笨 可是他在我心中是 沒有啦 沒有啦 很充飲的那種 其實他比得很清楚 但是就是要硬亂瞎才 假的 假的 可是他那個 你們這些眼神 EQ打人 我給你們感情感念然後演 對 陳寗她真的是 不是啊 你們都在演嗎 都是在演嗎 對 因為迎接妳啊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來凸顯妳內在的那個 妳們把我騙的 很煩耶 妳的好EQ讓大家都看見了 恭喜陳寗老師獲得EQ達人 我的專輯叫伴手宣言 在裡面就是也是有 像上一次一樣舞曲的部分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可愛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搖滾的 以及就是像以前一樣 就是比較悲傷的抒情歌都有 那這一次的唱腔 完全做了一個調整 希望大家可以仔細禮聽 希望可以把你們的靈魂給帶走 靈魂給帶走 靈魂給帶走 不管有沒有得金鐘獎 都希望載給好看的戲劇給大家 好不好 很值得肯定 很值得推薦的一張專輯 謝謝楊丞琳 謝謝 同學們我們下課